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为什么中国的官员们会如此轻易地被那些自称拥有政治影响力的骗子所欺骗 从云南的苏宏波到高级部长傅政华 这些案例不仅揭示了官场的贪腐问题 更让人质疑官员们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究竟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 随着习近平的反贪腐运动持续升级 政治骗子这一词会越发引人注目 而许多官员却在这常驳意中屡屡失足 这些官员即使明白自己被利用 却因自身的贪腐行为而不敢揭发骗子 反映出一种深层次的政治无奈和不透明的官场生态 我们将深入分析这一现象的根源 包括官员们如何应体制地集中决策而失去对职业生涯的控制 为何信息不对称成为了骗子们的滋生土壤 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如何被迫依赖那些自我捧高的顾问 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 政治的复杂性和官场的黑暗面是多么深不可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文章来源于南华早报 探讨的是为何如此多的中国官员容易被所谓的政治骗子所蒙蔽 在中国云南省有一个名叫苏洪波的普通男子 他通过自我包装为拥有北京高层关系的能人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 并赢得了当地高级共产党员的尊重 然而这场骗局于2020年被揭露 苏洪波被定罪为骗子并被控贪腐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 他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政治骗子 一个假装与高层有关系以获取私利的人 习近平主席在多次重要会议上强调反腐运动的重要性 并特别提到这些政治骗子是需要打击的目标 许多中国官员尽管对党内运作有所了解 却仍被骗子利用其野心欺骗 认为这些骗子可以帮助掩盖他们的腐败行为 一些官员甚至因为与政治骗子的关系而被调查 像是前司法部长傅政华 他在2022年因贪腐被判终身监禁 傅政华的例子展示了 即便在高层也有官员被政治骗子操控 他们相信骗子能为他们提供某种有利的政治关系 然而不少官员从这些关系中并没有得到实际好处 反倒是骗子从中获益良多 尽管大多数中国官员来自高学历的精英背景 这种现象仍曾出不穷 一位北京的政治学者指出 这并不令人惊讶 因为在中国的集中决策体系中 个人对职业发展的控制非常有限 官员的晋升和调动更多依赖于上级的决策 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努力 习主席在2018年强调 官员的努力应注重提升对党的忠诚和实用技能 而不是自我设计职业发展 前《学习时报》副主编邓运文指出 这种向上负责的体系导致了官员的合法性依赖于上级的认可 而非公众或个人成就 骗子往往假装能够影响政府人士安排 并在人员变动高峰期活动频繁 随着官员升迁到更高层次 倾诉的对象变少 操作规则变得模糊 职业发展也愈加不可预测和复杂 在权力过渡时期 官员面临失去个人安全和自由的风险 这种不透明性为骗子提供了操作空间 例如前外长秦刚及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在为公开理由的情况下被罢免 表明政治环境的神秘性 柏林的中国研究智库 美卡托研究所的分析师克劳斯宋指出 党内系统的透明度是内外反转的 及内部极为不透明 这种不透明性导致官员们难以辨别欺诈活动 因为这些活动常常伪装成职业晋升的机会 一位北京官员提到 信息不对称不仅存在于下属与上司之间 高层官员也可能因为信息不完整 而无法做出明智决策 在这个环境下 声称与高层关系密切的骗子 很容易获得官员的信任 尤其是他们渴望在职业上进步的时候 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骗子继续利用官员的野心 而官员则因为对职业发展的渴望 和对政治系统的不信任 而陷入骗子的圈套 我们从这个报道中可以看出 中国的政治环境和官僚体系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而这位政治骗子提供了资深的土壤 官员们在追求职业发展时 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能力和表现的问题 还有与上级关系的管理和对政治动态的敏锐感知 然而在信息不对称和决策不透明的背景下 官员们容易被那些承诺能提供捷径的骗子所利用 对于中国的反腐斗争来说 如何有效地识别和打击这些政治骗子 如何让官员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 有更清晰的认知 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探索更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中国的官员被政治骗子欺骗 主要因为制度的封闭性和不透明所致 在这种环境下 官员们试图寻找捷径 来获取职业上的进步 这给了那些自称与上级有联系的骗子 可乘之机 这就好比春秋时期的吴子虚 他不顾一切追求复仇 结果因为误信计谋 而功败垂成 官员们也因为急于求成 而容易被骗子牵着鼻子走 我还是不同意 官员被骗其实更多是因为个人贪婪和权力欲望 即使在透明的制度下 仍然有官员会选择走旁门左道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这就像明朝的魏忠贤 即便在整个皇室的监控下 他仍然找到了腐败和操控的方式 不能把所有锅都甩给制度 也要看到官员自身的问题 制度的不透明确实是主要原因 正如古代的诸葛亮 他因为信息不对称 而在五丈元措施良机 即便是有能力的官员 在信息封闭的系统中 也容易因受到误导而做出错误决策 当然个人的贪婪也是一个因素 但单靠个人道德来维持廉洁 是不现实的 制度改革才是关键 哦 楚天书 你真会抛典故 但不要忘了 真正的问题在于官员的选择 纵视制度在完善 若官员心中未有廉政之心 仍会被欲望所驱使 就像现代的飞黄腾达 许多人即便在光明正大的环境中 仍会选择走捷径 因此 重点应该是官员的道德教育和监督 谢琪琪 你的观点我理解 但问题在于的制度是塑造行为的框架 若没有一个透明和公正的系统 就如同让一群人在迷雾中行走 难免会有人走错路 我们应该着重于提高系统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这样才能减少官员被骗的机会 这正如三国时期的曹操 他建立制度 不仅用人不疑 更是让制度来保障整体的透明运作 哈哈 楚天书 说到曹操 我想说 无论制度如何 人在其中仍是最灵活的因素 官员的个人操守和人品是无法简单地由制度来完全规范的 即便制度再透明 没有良好的自我约束和道德伦理 还是会被骗 甚至成为骗子的一份子 这就像隋阳帝 即使有再多的资源和制度 最后还是因个人原因导致失败 制度很重要 但人心更未关键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